温粮公奖肉来到第二个粮 先承接一下上面 说女性特有的温柔 说男人就不合适了 但是你要讲温馨 这个家需要每个人都要有 蹭脱这个温馨 你的心也是要温的 也是那个心 其实殊途同归 那么温顺 那也是说女性 如果是温暖 那可以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所以说 形容男性是一样的 那这件词呢 它往往就给人的感觉 暖性的 这个人也积极向上的 有善心 正能量 那实际上 也不是表面的嘛 它也是衬托出它内在的东西 表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是凉了 凉 一二三四五 文良公年上第二个 二主音 对女性来说尤其的 那比第一个的重要性也不差 其实它这个排序 也虽然说好像怎么说排都行 但是既然成为经典 约定俗成了 能够传承千百年 甚至永久流传 它在书书上 就有一个 一是人心上的约定俗成 介入为主 那也是成为了作用 就好像简体词同样的 起挂 测算一样 那书书上第一个 第三个 就是说中间那个 都很重要 最后一个也很重要 那第二个呢 主音 女性也要突出一下 凉 凉是一个根 下面 也是学过八卦的 知道 是一个指 它代表停止 也代表新的开始 同时代表身体上 更象征着 对应着手 举手突出 女性的这个手啊 千千玉手 我们知道 七巧节 一个女性 心灵手巧 能工 复工吗 很重要 你男工女士 女人就这么一样 最早先 打理家里的一些事物 这个事物是很重要的 那你跳舞的时候也要手 走起路来 这个都是很优美的 你本性 你本性 善良 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比较优雅 你虽然说 你虽然说 是心入止水的 总有波动的 人嘛 那加一点就要量 就是你这个 那一点就是心 你的好心 实际上良心 怎么讲都行 你不同场合 你要咬完脚子 可能不一样 但整体上都是一个意思 从小的时候 我们就分为好人 坏人 那长大了 在潜意识里面 也知道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如果在旁边 再加一个犬子旁就不一样 那狼心就狗肥了 狼这个动物 结恶不驯 但是你说 我看个狼图腾 从小就训练这个狼 好像也能驯化 那真的 它那个犬慢慢被感化了 但是它毕竟是它的性 你如果是恶极了 踩到它 或者怎么 还是哪一方法 那人它就得有什么 有良心 你就会好的方面